富贵要人帮,到底怎么帮? 富贵要人帮,刷卡刷这张 这是台湾某家金控公司的信用卡广告 说到人生中的各种层面 若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贵人的停息 往往就能大大提升成功率 甚至从此平步清云 我们想要让人帮的部分可多者 比如说一个人事业运不顺 工作总是无法长久 常常做完了这一次 不知道下一个工作会在哪里 或是好不容易有了工作 却遇到不好的老板 自己的努力无法被看见 搞到心很累 有的人则是在感情方面需要贵人 女方有了心仪的对象 却苦无机会可以跟对方认识 缺少了一个把两个人连接起来的接点 又或是有的人健康方面出了问题 需要一个适合的医生 要是有人可以介绍的话 会安心许多 我到底有没有贵人 贵人是要去哪里找呢 获得贵人的公式 北派斗述中寻找贵人的方法 不能纯粹只用某一颗星辰或是公位来解释 而是由磕来表现的 四话中的磕 本来的意思代表着关心和友情 转换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代表了照顾与帮助 所以我们在这次把重点公位摆在被帮助的公位来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自己在金钱上有没有贵人 我们就把财博工当成主要的公位 再来看哪个公位化科进来财博工 就可以知道哪个公位对我的金钱有帮助 以下的各种例子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举例来说 若是父母工化科进财博工时 就可以解释为 父母会用金钱的方式来关心我 或是照顾我 这样我的贵人就是父母 贵人是指我以外的其他人 要了解不同的贵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 思考的角度与想法是要先厘清的 这样我们才好进入今天的主题 工作的贵人 在工作上我们常说的贵人是指在工作上能够帮助到我的人 此时这个人可能是同事又或是某个主管 更直接的就是我的老板 也可能是顾客或是厂商 又或是介绍工作给我的人 这些蛛丝马迹必须要从命盘中来找 就好像画面中呈现的这样 感情的贵人 把主题设定在谈感情与异性有关的事情上面时 那个贵人就是连接了我与异性桥梁的那个人 可能是朋友或是老师 也可能是社群软体上认识的人或是同事 又或是我欣赏的异性自己主动的与我沟通与交流 此时我的贵人也可以当作是那个异性本人 若是我们两人都很被动 而无法直接的交流 能够让两边情感串起来的 可能就是介绍人或是没人 这些也都可以当成贵人来看 在古代医疗病不发达 一旦生了病 此时的贵人谈的主要就是医生 有了医生就有存活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种贵人 就是给出建议或是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的人 像是指南针一样 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可能是老师 又或是同学 又或是一个宿媚平生的路人甲 对我的重要决定起了一个临门一角的作用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贵人 读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 我们都知道 一命二运三风水 是基因的五读书 这些都是讲述我们的人生 可以透过学习与毅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 在古代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是要透过努力读书 以后当个大官 一旦通过了科举考试 当上了大官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这就是十年寒窗五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此时我们会把当官的人也叫做贵人 贵人是另一种我们对于尊贵的人的称呼 而且参加科举考试当官 也叫做透过科名而变成贵人 知识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自然也提升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老师的教学可以让学生透过学习 增加某种知识 进而拓展人生的广度与看法 而老师的教书也是属于科的范围 自然也可以把老师当成贵人来看 当然把这个位置视为求学与读书的方向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斗数中 静随心转的技巧 贵人的方位 贵人也可以从方位的角度来找到 由于古代经常处于战乱之中 或是遇到天灾疾病等影响 可以安居乐业的时间并不长久 不像现在的社会这么的富足 因此贵人的指引在古代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一旦需要逃难时 若是漫无目标的四处乱窜 不慎跑到敌人面前被逮得正着 被抓起来当俘虏或是战犯等等 那可就不妙了 所以贵人在哪里 或是哪个方位才是逃难的疾方 当然也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重点 以下我们就把十二宫排出来 让大家看看 这是以地支为主的后天地理方位图 可以对应我们的命盘宫位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命盘中的指五毛友的位置 用两条线画出来 就像画面中的十字架 而这个十字架的顶端就代表了四正位 代表了地球的正东方 正西方 正南方 正北方的四个方位 由于各站一格 也代表位置是绝对的方向 而其他的公位像是东北方、西北方、东南方、西南方等等 就是介于两个正位之间的范围 既然是个范围 就用两格来代替 画面中分配给 丑影的就是东北方 分配给 成势的就是东南方 分配给 卫生的就是西南方 分配给虚害的就是东北方 由于在地球上的方位都是固定的 所以每一个人命盘中的方位也都是一样 正东方就是正东方 大家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异则是 你的正东方可能是命工 而我的正东方是奴骨工等等的工位差异 现在我们再来举台湾的地理位置为例子来看看 这样是不是能够比较能理解了呢 我们可以从大限命工画科的方位来代表贵人所在的位置 这代表我们这个大限的贵人在哪个方位 这是有主动和被动的观念在里面的 要先确定这个大限的贵人在哪个方位时 就要看这一工可以画科进来我大限极二工的位置 如果是夫妻工画科入成功的大限极二工 就代表贵人是异性 尤其是我身旁与我有感情对待的那一位 可能是先生或是太太 而夫妻工若是在地支的海位 可能就代表了在西北方 若是你已结婚了 那么先生或是太太就是确定的人选 若是未婚还需要注意下贵人所在的方位 以确保符合夫妻与西北方这两个条件 这样我们就算找到了这个大限贵人所在的位置了 动脑时间 动脑时间又来了 今天就来考考大家 试试看同学们学会了多少呢 题目一 这一张命盘目前三十岁 那么工作的贵人在哪里呢 答案是 我们从这个大限的关路宫来看 定一个标签在这里 子女工画科到了大限的关路宫 所以我的工作贵人就是部署或是我的小孩 又或是合伙的朋友 这几个都可以解释科画入关路宫的意思 题目二 找贵人的方式可以从试画的哪个方法来找呢 A用科的试画来找 B用拳的方式来找 C用路的方式来找 D用记的方式来找 答案是 A用科的试画来找 因为科就代表着关心与帮助 题目三 贵人的方位在画面中的哪个位置呢 A 东南方 B 南方 C 西北方 D 东方 答案是 C 西北方 把这个公位转换成地理的方位图 大家就可以看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关于贵人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谈的 同学们若有兴趣的话 我们以后还会再做相关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三门老师很强调讨论命理 不应该用一种玄学的角度来解释 而是必须有理有据的推论 才能让人理解自己的人生 真正的抖数精神是简单的 而人次现象却是复杂万分 若是能随时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与细心的观察 相信大家会有更多的体会 好了 喜欢我们频道朋友也记得 按赞 订阅 与分享 别忘了看起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